今天我来到了日本三大中华街中规模最大的横滨中华街 小个子也在家憋得太久 也得出来散散步了 这里要踩到吧了 走进中华街第一餐 当然是得要吃小笼包啦 彭天阁小笼包专卖店 被日本很多加拿大电视节目都有报道过的网红店 这家店的中华街肉品非常近 终于中华街的主干到上 白色的是猪肉生煎小笼包 绿色的是海鲜生煎小笼包 点了最有人气的双拼小笼包 四个一共620日元 拍不出那个美感 还是来看CM吧 先来吸一口汤 再咬一口 嗯不错不错 不管什么时间点都排了场位 基本上就这家店了 大猫猪肉包 中华街的人气也渐渐恢复了 大家也都来购物品尝美食 而且大部分的商铺 以及民众也都采取了防御措施 这个真的是走两步路 就是见到一个小人的专门店 恒宾中华街 是有140多年历史的华人居住区 在恒宾港开港初期 在众多的华侨中 比广东和上海的华侨最多 所以不同于东京 池袋和西窗口等新的China Town 这里广东料理和上海料理的店非常多 而东京池袋那边就与四川 东北的麻辣料理店居多 除了没走两步路 就是一个小笼包店 这里的塔皮奥卡店也是非常多的 真的就像是回到了中国呢 中华街名物的肉专门 一个只有100日元 感觉好划算哦 一百块钱的小笼包 小笼包先放到一百五日元的烤鸭 刚刚那个一百块的小笼包还不够塞牙缝 来看看这个北京烤鸭怎么样吧 味道还可以 也就两三口就可以全部吃了 好吧 横冰中华街除了中华料理 烏鸭也是非常有名的哟 这里一共有一百多家烏鸭的店铺 也被称为烏鸭的街 也因为散得太准了 被日本很多媒体都有报道过 看首相一般是一千日元 不过因为疫情 很多地方都在限时的优惠500日 咦 小笼包见多了 第一次见到大笼包 买买买 现在日本店铺基本上都会采取社会距离来防止疫情 打开大笼包的净确方式 来先试上一口鲜美的肉汁 很大的小笼包 横冰大世界里卖的大笼包 大概是一般正常小笼包的三倍大 哎呦肉还挺多的嘛 再找一家比较有名的店 把中午饭也给解决了吧 咦 谢田记就决定是你了 就在彭天阁的对面 哎呀 彭天阁还是好多好多人哦 这是一家创立于1951年 专门卖粥的广东料理店 哇 店内不大 大概能够坐20人 等了差不多20多分钟才进的店 点了猪肝粥 上面还配了一些油条 嗯 是加强味道 这一口要闷下去的话 那可真的是太暖味了吧 三瓶猪脚因为是店里推荐的料理之一 所以就点了一份 好温哦 猪皮Q弹 肉质软弱 很是下饭 突然很想念家乡的猪脚饭了 吃饱喝足 来到横滨最有名的山下公园来小气一下 从中华街徒步五分钟即可到达 在这里不光能够看到海 还能看到横滨市的有型文化财产 冰川丸游船 在中日欧美三种文化的冲击下 诞生了横滨这样一个港口城市 在2020年关东地区评选最想要住的地方 排行榜中 横滨位列第一 多种文化共生下产生的人间烟火 艺术气息 有谁会不成绩其中而无法自拔呢 最后给大家献上横滨街头 随处可见的医院表演 来结束今天的视频 我是过奖国家 我们下期再见 下咧 下咧